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离开基辅前往利沃夫 沃洛金表示泽连斯基25号就已经不在基辅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所有视频都是事先拍摄好的 沃洛金还透露这一消息来源于几名仕途在基辅 与泽连斯基会面的最高拉达议员 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距离波兰边境大约有80公里 26号稍早之前泽连斯基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 呼吁乌克兰民众不要相信虚假信息 并称不会撤离基辅